現在進入到鳳梨的產季 其中屏東的鳳梨是全台產量最多 但農民開心不起來 主要是因為全台不少產地都搶在 這個時候來一起採收 量大導致價格差 既然是有外收日本 但收價價格扣掉成本價 根本所剩無幾 頂著大太陽穿梭在田間 將一顆顆成熟的鳳梨採收下來 全台鳳梨最大產地就在屏東 目前正值鳳梨盛產期 加上南部沒下雨 鳳梨更甜 國農忙著採收 但卻一點都開心不起來 過去外銷大宗都是中國 現在改拓展其他國家 以銷日本為主 但成本價格 美台金就有十塊錢 賣往日本東口西口 再加上日本品質要求特別多 算一算利潤真的很差 外銷不容易 而內銷價格也很慘 屏東鳳梨產季因為氣候炎熱 通常是全台最早 但偏偏現在台南觀廟以及高雄大樹 採收期提早 三個產區強碰 導致價格受到影響 屏東農業處解釋 銷往日本對農民來說 美台金還是有三到四塊利潤 不過外銷市場擴展仍舊有限 在台灣本地價格低米時刻 就算採收盛產 農民依舊嘶豪沒有喜悅之情 記者旅照顏 胡幫松 SNG 評論報導